LCR 打得不錯 不過第一場的那個陣容其實我覺得LCR打得不錯 他們這個賽季拿那個老仙道發揮得很好 不管是在陸服TTS聯賽或者是在台服的超級聯賽 他們拿到老仙道其實都是有的打的 就只要讓檸檬拿到確實是發揮得都不錯 看一下這邊LCR第三場有可能會複製第一場的陣容 摁掉了小阿呆的長谷川然後 這樣子會不會PR這邊就把老仙給斷了呢 我是覺得 我這麼說我覺得跟PR找陣地不是好的選擇 對啊因為PR剛剛第一手就是這樣 你看他把你的仙道給按了 這個是我怕的地方就是我擔心的部分 對方也知道你這個陣一開始其實打得不錯 你有什麼配啊? 蛤?喂? 沒有啦這應該是亮開心的應該不會選這隻 啊集訓工程 有的打 嗯 是有的打 是有的打 不過這個就是看前面怎麼樣度過集訓工程能量還沒起來的那個時間 啊這一場就有點有點有點這個 難說 呵呵呵 啊 如果如果這一場PR拿下的話 那麼明天就是LCR打KS 大家就可以看到知識對子徐看看誰的版更快 國福籃板王對台湖籃板王對 台湖籃板王對 台湖籃板王對 呵呵呵 有喔 這是 喔海南王這邊跳球跳贏的 啊一點 啊這邊就是漏了一點 其實我看冷酮打球也看了挺久的 一開始冷酮在打的時候啊 心態也不是特別穩 就是順風球打得好 然後打得不順的時候也會急 但是現在來講就是這兩年成長下來 的確是冷酮也成長了很多 好球啊檸檬 這邊追成2比2 欸 哇這邊細節 用一卡之後學了一個 後彈跳的這個 徒手 啊今年已經2023了喔 好球 哇這白狼王這邊跳早了 誰球跳早了 待會如果集訓工程 就是能夠順利的把這個光開起來的話 欸好球 就有的打了 這個球應該是踩到的 籃板姿勢 好板 姿勢還是硬 呃 還沒有四成 姿勢有板嗎 打得很有耐心 2點好球 好球啊 好球啊檸檬 這邊應該是快四成了 2點 鬧掉 但是支持控制地板 檸檬怎麼處理 檸檬四成應該是有殘養了 還是鬧掉 這邊 我們出球 欸好球啊這個 小 小牛的這個 對 假反跑之後 先騙掉你 假反跑最後錯啊 這個是小牛的一個 絕訪 很有名的微操 對 假裝前途其實是一個真轉身 對 最後在他的時間即將到的時候啊 打出了一個極限操作 哇 這球很漂亮啊 這個拉扯之後 這個球是絕對本輪五加 哇但這邊被晃倒了 沒辦法 哇這個單防急流還是有點痛苦啊 晃倒 2點 猜拳了 到LCR三分領先 喔又倒 這邊 猜了 哇 一ка 哇這場打的LCR還是那邊 黃糖啦 抬腰 猜拳猜bro 播放對 啊 等動mare 哎好球 這一球 好球好球 友誼卡到 好球好球 現在工程應該是已經開滿了 哇 冷藤的這個處理還是非常的細啊 學了這個之後 然後只要對位那個急流的倒了之後 其實是非常難訪的 因為長鷹會顧忌到急流的攻框 所以他不會追的那麼出去 哇 其實這個地板護的是真好 還好有地板球 這邊要開大了嗎 開大了 最長LCR很有機會啊 對 穩住這個三分的領先 這邊移卡 馬上 怎麼打 白狼王這邊要幫他騰卡一個嗎 現在這邊再調整 2點 哇 沒有冒爆 哇 小牛 小牛 小牛這球沒加速了 加速被騙掉了 我們看小牛怎麼處理他第二個大 開洞察了 注意不要晃倒 這個洞察晃過去了 倒了 倒了 沒有 哇假反跑再一次 好球啊小牛 哇 小牛兩個假反跑 這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個沒辦法 因為忍童他一個人要顧前加後 他就只能選一個方向 是啊 那他看到那個前他就會退了 只要你一旦走的那個反方向 你就一定跟不到了 這個就真的沒辦法 哇 好細啊 這個 小阿牛 那你覺得 你覺得小牛這個反跑的手抽難 還是讀嘴那個一鍵三光的手抽難 坦白說我自己也是手抽玩家 我自己是沒練那個 那個順 就是一鍵三光那個按法 他他 因為讀嘴那個真的按很快 都有 都 我覺得讀嘴應該也可以按得出 假反跑啦 感覺他的操作 那時候沒有練過這一招啦 他沒練過是不是 他應該是 這個假反跑這一招 我覺得是小牛的絕招 我還沒見到其他人 這邊 沒有沒有其他人像 用的像小牛這麼順 好 這個 這個覺醒 這個洞場沒有黃島人 倒啦 一點 有 可以啊 PR 打不進這個球 這一局交代了 對 喔 黃島了 也不好追啦 四分球 其實主要還是那兩顆 三分嘛 你看現在的比 SR控一下節奏 控制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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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現在這個比數 LCR穩穩的打 看小牛怎麼處理啊 這邊應該是會把時間拖完了 把時間拖完 這邊 恭喜 恭喜LCR 先搬回一局 先搬回一局 好球好球 1比2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看能不能這個 讓二追三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真被你說中 如果3比1 真被你說中啊 其實第一把也很接近啊 第一把最後那一球 對不對 也是關鍵 最後也是差一顆 我知道 我知道小牛為什麼這麼頂 小牛想見baby 呵呵 你說那個 想見baby的力量嗎 對 想見baby的力量 哇哇哇 小牛每次反跑的時候 自己都在大喊baby 就這麼喊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隨時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囉